大家好,欢迎来到考古的漫画教室 我是画扎考古 这是一个画扎教你怎么做创意文 按到投稿整个流程的漫画训练视频 我们将会用定制解决方案的方法 去制定一个适合像我一样的小白 很久没画画的画扎 用漫画赚钱的方法 为自己制作一个合理的系统 用这套系统训练 最重要的第一集 一,现在的这集很重要 为什么要定制这套训练方法 首先,创作一部漫画需要的东西是 故事,画工,平台 我现在这里很明确的告诉你 注意,很明确的告诉你 故事是大于画工的 平台大于画工加故事的总和乘以N 平台比故事和画工加起来都大 其大的多的多 关系就是画工是A,故事是B加 那平台就是F 故事是核心 画工是表达核心的手段 成就故事的是这个平台有多大 美漫和日漫比,它就是个弟弟 但是由于迪士尼的营销 漫威已经是普通人文化日常了 了解我们投稿的平台 是我们漫画训练最重要的事情 研究漫画平台的规则 最火的作品 漫画的趋势 尺度 我们想讲的故事是否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 是在画漫画之前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漫画见不到读者 它就是习作 所以我们训练系统里面很大一部分训练 就是研究平台和平台内的作品 找到自己作品里的一套规则 这些规则会限制我们的作品 当然也会成就我们的作品 第二重要的是故事 核心 脚本 所以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全世界都缺少好脚本 千边一律的开头 萎靡不振的经过 宿醉以后的高潮 曹操了事的结尾 我们每天都看到这样的故事 一旦有一个像知名女人那样的神剧 全世界的目光就会集中过去 我们在一个最好的 也是最坏的时代 无论是读者 还是各大电影公司 都像嗷嗷代布的苍蝇一样 然而每一个作者 甚至是好莱坞的专业编剧们 拿着巨额薪水的人们 也都如将死老人一样 各种便秘 什么都出不来 这是各种各样原因形成的问题 好消息是 如果你手里有一个新鲜热乎的APP 并且独一无二 那么你就是全球那坨最热的香 你会像处理苍蝇一样 处理付给你钱的那些人 好在这个核心技巧和训练方法是有的 故事脚本的技巧和画工一样 是每天都需要训练的 是可以保证你在技巧上 随着时间是有进步的 第三画工表面上看是你和漫画家最大的技术障碍 但是它是最容易解决的 这里我们先说一下 平常我们自己是怎么弄死自己的 画插画的教程很多 画漫画的很少 能不能用且两说 个人认为不讲剧本的漫画教程 它就是耍流氓 网站视频里靠天赋画画的人太多了 你说你看个天才的教程 就和藤原托海叫你开车一样 哎呦不错呦 这样一转脚一踩就好了 你只能掉沟里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就是毁掉你画漫画的自信心 你用画插画的教程毁掉你画漫画的心 是不是死得很冤枉 十万小时定律 你必须花时间在这件书上 十万个小时才能有所成就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是很浮躁的 科技进步 再过几年都用不着亲手画了 所以我们必须压缩这个时间 下面注意 用考古的这套系统 用三个月的科学时间 每天三四个小时 而且除了画工以外 都是可以用碎片时间完成的 让我们掌握画漫画的技能 可以让我们这些渣渣作品 云木混珠 在大神的作品里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套视频的目的 好了 这是最为重要的第一集 平台故事画工的关系 下期我们将介绍 如何建立我们这个系统 以及和创建这个系统里 所用到的工具 我是考古 求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见